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修什么 把你的修行简单地修 就吃六寸大明导能研究 迟的时候是散念 还是坐在那儿就是一心色心的念 散念 就很清净的念 迟周的时候就很清净了 修行十多年了 如果没有收获 我觉得 还是对秦玉的这个方面 就是这个知见 秦玉这个礼上 借地上 你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看你的奇迷 我这是看过的 不是说 就是秦玉这一块 你有没有特别的认知角度 或者什么需要调整的 空性证件来调整 秦玉一调整过来 然后你的六根就清净了 对这一块 但秦玉这一块 一方面是 因为它是个本能 我们父亲母学是个本能 但是说四大结构 这个本能没有 我们叫本能是有我才有本能 但是这个破我破六根 但是你清净的时候 它自然六根也在转 但是你的气脉转化 我觉得还是 当然你的能让你六根不进来 还是秦玉这方面的东西 嗯 就是气面上面 对 嗯 不是拙 其余的东西 不静 这种静是不是 这个这个静不是说 是你有定义 有看法 有喜气 就是度计啊 车在那边还有东西 就是这一块 这一块你要是能转 嗯 你是啥意思 嗯 我看了你 不太觉得这个有点笼统说法 是不是 嗯 你是在家你结婚了是吧 没有 还没有单身啊 一直是自己在修 你只是持持咒嘛 其实持咒的保持这个也可以 最终你要是想转化器嘛 你的色心在定态里边 你的入定啊 定才能转化器嘛 给开启智慧 啊 定定有很很深的三摩地状态 你你这个收射心神 如果入入不动 才能啊 我觉得坐垫上的修 这始终是陪伴我们整个修行的 不要舍弃 不要只在世上念 因为世上你一睁眼 你本能的分别已经出现 啊 你很难把本能的这块破掉在世上 所以你只能在坐垫上就破这个六根的 不能的 哎 收心设意 然后继续做 你如果觉得自己在空性界地上没有问题 然后比如因为你这个有没有问题 你有时候跟个私人们聊天啊 或者你认为学了很多年 看了很多经或者什么 你会觉得没有问题 就继续往下修好了 那我觉得我从我直观的这边看过去 因为障碍你的事情 嗯 这一块 这一块你没有空性正解 就是在这一块你没没没见心 知道吧 嗯 嗯 那六度 六度万行都皆修呗 是吧 那你能做成啥算啥吗 那当你坐在这的时候 你说一个人坐在全世界 说地球上就你一个人了 你连不私度修不了 有人需要你的时候 起些动念是什么 哎 坐在这儿 比如说你想跟一个人交往啊 举例啊 拿你举个例 看见他的时候啊 哎漂亮不漂亮 哎 起些动念啊 这个不管 当你跟这些人师兄们打交道的时候 你是不是定念想 我跟他值得不值得交往 或者是他能带给我什么利益等等 那个我能不能出来 还是我能给他做点啥 这就是不私啊 这个念就已经不私了 我能帮到他啥 而不是他能为我所用吗 我能用他做啥 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 总是因为我们恐惧苗 觉得弱小嘛 我们总是想依赖这个世界的很多东西 来获取我们有价值的 就是不管我们做啥也是说 哎 交朋友也是这个朋友 能给我带来什么利益 包括找老公找老婆也是 这个老婆老公 能给我带来什么利益 是吧 是不是 都是这样想的 因为我们 其实这个不是我们知识 是我们真的是弱小 所以佛菩萨 人家无为力啊 到那个力量很大的时候 肯定都是说 当你站在这儿 跟一个三岁小孩说话的时候 你会说那三岁小孩 能为你做啥吗 他说准备给你端饭 你还想想 哎 肯定打是吧 不用了 我能为你做点啥吧 所以你不够大 是吧 不够大你才是想 才有不思这回事嘛 是吧 强大自己 然后呢 如果你真的在心性上 你觉得这些你或者 你安住在佛菩萨的皮上 你去跟每个人打起心动 你觉得清清楚楚 里边是无我的 利他就是我的 你为他 你不在乎你 得失啊什么都不在乎了 都不在意了 你能为 你第一念就是 哎这个朋友 你跟他交往 他如果对你表示好感 你跟他交往 你愿意跟他选择交往 那马上就是我能为他做点啥呢 就不再说他能为我做点 他能什么 但是说他会不会骗我 或者什么 那是那是令党 那是交往之中的事了 是吧 你交往卖卖性格 你才了解嘛 是吧 就是利他 就这种起心动念就叫利他 不是说他真的需要你做啥 做生多人家活得好好的 有时候 是吧 你不打扰人家就好了 是吧 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我们利他 利他之行 能够打破 那个我 打破一个 嗯 嗯 是这样可以六度外形 就是不思 直接忍辱才定 这个必须是跟人打交道 或者跟万物打交道 你才能修的 是菩萨道嘛 你一个人待在山洞里 你还修不了 啊 因为出源你才知道起心动念 才知道习气呢 不出源你还不知道 你还觉得自己蛮清净的 蛮清净的 但是别人把你这扇子一拿走 你就起心动念 是吧 开始是 开始我们是说 哎呀我最喜欢的扇子被他拿走了 有点心疼 是吧 再修修你会觉得 凭什么 礼商不对啊 那是我的 是吧 这样会不处造他的恶习 是吧 因为你的礼商出来了嘛 你不是心疼扇子 你是觉得道理不对 是吧 凭什么 是吧 凭你要成佛 是吧 然后到最后 当这个扇子拿走的时候 或者什么 你突然发现自己这儿是空的 没有东西的 是吧 哎这个时候真的是三楼体空了 这才是三楼体空 它是随着一点点进步的 我们最初是什么 我的就不能让别人拿 其实你拿回来都在垃圾堆放着 是吧 你一辈子也没看过 都在那个地下放 但是是你的 别人拿走你就很心疼 因为这个是战友的欲导致的嘛 你战友 慢慢的战友也没有 就是礼商 就是凭什么他拿走 我不给我打招呼 凭什么 哎 这就是人力的 人力的角度 人的角度 是吧 然后有人 然后你就 他凭什么 有时候我会说 哎呀你上辈子欠他的 就到还了呗 是吧 这样就安心了 还借的 还借就应该 不还借就不应该 是吧 拼什么 我又不切他的 是吧 现在他欠你了 是吧 他要拿走你 算是他欠你了 是吧 让他欠债吧 怕什么 佛说轮回之中 他总会有一天还给你的 啊 大家很过 英国很公平 最有一天他会还回来 这是时间问题 好等着轮回啊 这个是轮回 但是呢 我们现在要解脱 所以不能不能把重点 放在这些还债的问题上了 是吧 还有就是 礼藏 这些东西 慢慢的就是 这个慢慢才能修到三龙提空的故事 慢慢的 开始还是 喜欢的人不是 不喜欢的不 就是 我怎么喜欢你 我啥也行 命也给你了 不喜欢的人 另外原点 是吧 不平等性 是吧 平等性 慈悲性这些 是吧 这就叫做学 还有慈悲这一块 慈悲心 慈悲心 我的师父当年给我讲慈悲心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 讲慈悲心的时候 我对大慈大悲 刚出学嘛 他说 有人如果背叛了 你欺骗了你 你伤心不 我说伤心啊 看我最好的朋友背叛我欺骗 我说伤心啊 肯定伤心 如果你不伤心 就是慈悲 是吧 因为我不理 大慈大悲 到底是个错 不伤心就是慈悲 是吧 他不能的伤心 是吧 是吧 我想了想了 努力的 有一天 你真不伤心 是吧 你会发现 在这里边有很深的道理 你才知道 大慈大悲跟空性是合一的 是吧 你不伤心那你是无我了 有我肯定伤心 你凭啥不伤心 是吧 他背叛你了是吧 好好的你对他 他背叛你 他背叛欺骗你 你怎么不伤心 无我的时候 没有东西可伤 是吧 不是说这儿 没有东西空空的 是你的正量 你的到达 你就 所以这个 这个是有事才能练 是吧 但是你会问一问自己伤心 你对这个人是 你夜市不 你喜欢这个世界不 如果你夜市 那肯定众生下饭了嘛 是吧 那问啊 问自己啊 在山斗里也可以问啊 我也是吧 我众生下破了嘛 是吧 我叫人像众生下 受着想 不要紧张就一开始 要破的思想嘛 如果这些破了 你肯定 这不是修行嘛 如果否则你做山斗里 说是自己六根清净了 一出来就染了 因为有像就染 有我像有人像 这不染了嘛 像就是染着嘛 你着夏冬 就暫停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